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新的公布 周濟国家杯将会在6月17日开罗 MyRadio特别切立独立付费节目 赢爆周濟杯 节目是由今晚开里波 相同的节目主持人 阿鹏、Wendy、星仔、盘神主持 节目将会发放主持人 对各场赛事最独到的赛事意见 节目将会以电子邮件方式 发放与已付款的网友 节目总共有10集 大家可以到MyRadio.hk 按入赢爆周濟杯 就会看到条款的版面 到最底下,按一下点击 就可以付款了 好,谢谢大家支持 赢爆周濟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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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欧敏踩场 现在和你否释政治 第二節 技術行員都很深思放了一些物品 我們是不是都要說一兩句 那是你講的 我講的 賣給你十九年 推出了一系列的產品 他打算給我 你打算給我 你打算給你賣多一點 我講賣少一點 其實有很多東西 其實有 但有些已經陸陸續續都有人來賣 有些人說我們要賣水 你要講明是渾 我們支持只是心甘情願 不要說賣水 不要找這些來比較 為何吵架一講這些 大家都好 沒人 你要講我 我講你 你更糟糕 不要屁股痕 叫你的嬰兒不要口痕 飛機打笑一點 現在事情已經平淡了 給點心機收貨金 就是這麼多事情 你不要搞我 我不搞你當翻攤 你不要搞我當排狗 那就可以了 你什麼時候有發聲 其實什麼都是 時間是最好的靈藥 大家慢慢就忘記了 OK 當然有些人 黑骨美心不會忘記 包括我 對我 沒有我的人找不到吃 偷偷我的影片 找我的題材來做節目 真的很可憐 講一下政治 講一下新加坡 講一下兩岸 講一下國際 講一下美國 對華政策 又會有這麼大的改變 搞到台灣 你現在很麻煩 不如講一下這些 對嗎 又不懂得說 是嗎 講一下你的名字 再不是講一下文化 藝術也可以 偏門一點 就是在講這些 又沒有營養 自己的樣子 又不懂得知 你明白嗎 一講我才有點擊率 多麼淒涼 你說你 死掉了就更好 再繼續做節目來講我 爭取收事的人 就快點死掉了 你證明我很重要 我是一個重量級人物 沒有了我們 連生存的空間都沒有了 你說這些人多麼可憐 你說這些人是嗎 是嗎 即是在網上打飛機的那些人 你不敢說我 他就沒有東西寫的 你寫別的東西就見底了 是嗎 唉 不要浪費時間了 對嗎 你這條路漫長 是嗎 幾十年人 幾十年人要做 唉 不過這個教訓也很大 對我來說不是教訓 我也是習慣性自然的 不過我覺得你的人很可憐 不敢提我的節目 沒人看 是嗎 有人看又怎樣 你又沒有錢收 我不同 我有人看又有錢收 大哥 是嗎 喂 你說 你搞我你有錢收 是嗎 這樣就不同 是嗎 你好像隔壁台 現在叫隔壁台 你搞我他有錢收 那就對 是嗎 你殺了我還對 有錢收 就好 甚麼都做得出 殺了你就沒有談論你的節目 這個要養著你的 就是不可以 殺了雞 殺雞 這叫殺雞取讀 是 不會殺了雞 是嗎 所以大家正正經經做節目 是 這個世界 是嗎 太陽一直從東方升起來 是嗎 要下雨的就是下雨 是嗎 要嫁人的就是家人 是嗎 你是改變不了的 是嗎 是嗎 你判了你死刑 這是事實 你找人家說我都沒有用 我再清楚了 不要立你歪心了 OK 是嗎 總之見到我的地方 就是混路行 這就對了 是嗎 為何不是你混路行 我為何要混路行 我為何要混路行 我是大人來的 我大人怎麼混路行 是嗎 我們光明正大 其次鮮明 我怎麼叫混路行 是嗎 是嗎 有一次馬草黎在台灣機場的launch 見到我 然後就打電話給你 一桌海說我回香港 一桌海就跟著我 你明白嗎 你鬼鬼祟祟 是嗎 是嗎 我們光明正大 大哥 是嗎 不做這些事情 所以這些事情是你學不到的 是嗎 上下筋量才學到 是嗎 我們說回剛才那個 就是講台灣 現在那個處境 有很多人就覺得 好像很大件事 有些人這樣說 如果你跌到一個 沒有一個國家承認你 你改名就算了 反正都跌到局底 之前有個說法 不是的 現在你跟沒有什麼國家承認你 有什麼分別 沒有的 基本上沒有 你什麼承認你 那些20個國家加米人口 都是八千萬 是嗎 有個地方 大家不知道 叫Naru 在澳洲上面 那個地方有多少人呢 只有二萬多人 你也不知道這個國家是什麼國家 他承認台灣 白樓 很多 白樓 有個說法 就是台灣 自從蔡英文上任之後 出現雪崩式團交 有個說法 什麼雪崩 那些書都融了 兩個國家 其實這個說法是不公道的 剛剛他真的是黑的 因為你也要自己做些事情 你明知道巴拿馬都是危的 你之前有做過什麼呢 不知道 反正都是換交 現在別人跟你斷交 你就說我們不搞金錢外交 其實一直在做 但是問題就不在這裏 我覺得 我剛才強調實質關係很重要 你由1971年中華民國的席位在聯合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之後 每年都斷交 當時蔣氏父子說看賊不兩立 結果是賊立看不立 我講很多次 承認中共的就越來越多 背棄你台灣的又越來越多 一定是這樣的 這個是整個政治現實史言 所以那個外交部就變成了斷交部 兩蔣時代已經是這樣 國民黨執政也是這樣 到民進黨執政 他就趕快一年之內弄兩個給你享受 其實這個做法 你是完全鼻動的 共產黨要搞你 這麼多事情 你上一次那個WHA都可以去 今次又不讓你去 然後連續兩個國家跟你斷交 要搞到 但是這個已經是過去一直在部署 到蔡英文就任滿一年 他就送兩個禮物給你 共產黨完全是有部署 所以非戰之罪 我老實說 有些人看過我批評民進黨 我還以為我還是男的 我說過事實給大家聽 你是完全被動的 在外交上 你不能動的 因為有一個所謂一中政策 你不能動 你國民黨埋約很可愛 九二共識 一中國表 他不能跟你國表 他自己表 所以洪秀柱才提出 一中同表 更笨 是嗎 亦都是因為洪秀柱提出 一中同表 搞到國民黨 都不能做 主席都不能做 我告訴你 那些人是壞的 最近還有一個壞老 就是台南市市 民進黨的賴清德 他是想做總統的 下一屆 現在我告訴你 他就提出親中愛台 話口未完 你說親中愛台 然後就搞你巴拿馬 然後他最近在美國演講 他說 我們重提九二共識 都沒問題 不過不要一國兩制 九二共識和一國兩制 都搞不定 這個叫賴神 是民進黨的明日之聲 現在是台南市市長 而且是民望最高的地方 院士市長 那你說 你管個地方就可以 你去治理國家 你去做總統 就是以你自己 現在對共產黨 對兩岸政治的認識 就是 一國兩制是甚麼 你看看香港便知道 拿本《香港基本法》 從頭讀一次便知道 現在講的九二共識 就是九二年大陸海協會 和台灣海基會 在香港會談 然後對大家都承認 一個中國 但是一個中國的內涵 就是各自表上 這個就叫做九二共識 但是當時沒有一個官方的 term 叫做九二共識 這個是蘇喜 就是國民黨 以前是一個教授 後來馬英九時代 做國安會秘書長的蘇喜 你讀出來的叫做九二共識 甚麼叫共識 大家沒有分歧就叫共識 也算是硬來的 九二年一個共識 甚麼共識 對一個中國 因為兩會商談 事務性功能性的東西 你會牽涉到 所謂一個中國的問題 譬如 兩岸互相顯送罪犯 譬如兩岸經貿交流 所有這些東西 官方文書的認證 怎樣呢 你官方文書的認證 是中華面過的 那個就是中華面過的 是不是 在這些問題上 就牽涉到一中的問題 是這樣來的 你明白嗎 然後一中 共產黨的解釋 就是一個中國 就是我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家都要承認一個中國 不能夠搞一中一台 不能夠搞兩國論 一邊一國通通都不行 意思是醫過中國 醫過中國 那他就說自己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你要叫中華民國 你就去叫 你國際上叫 就不能讓你叫 是不是 他在國際上叫 就有人承認他 他就可以叫 很多人都不明白這些道理 那你賴清德就不懂 在美國剛剛講 早兩天而已 九二共識沒問題 不過不要一國兩制 九二共識 一國兩制就是 收回香港的基本法 一國兩制 而九二共識就是 大陸海協會和台灣海基會 他們上面就是有個官方授權 台灣的海基會授權的 就是中華民國行政院的陸委會 是不是 北京那個大陸海協會 的授權機構就是國台辦 你真是 都有官方 他們就叫做白手套 戴著白手套 這個非官方接觸 但是 都是跟官方有關的 但是因為 你不可以承認他是中華民國 他又不承認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大家就變成了一個 所謂很模糊的 這個概念 但是那個一中 共產黨就舒服 各自表述 但是這個九二共識 後來就鬆起隔離 所以說 現在蔡英文或者民進黨 都不承認九二共識 他又不是完全錯的 是嗎 他不說而已 他不敢說 但是你用這個維持現狀 來取代九二共識 又是不行 什麼叫維持現狀 現狀就是九二共識 就是一中國表 即是他的前提 就是共產黨一定要牽著你 兩岸都承認只有一個中國 是嗎 但是他不要說 兩岸都承認只有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共和國 那就是台灣的民主 大哥 你說承認一個中國 唯一就是中華民國 他又不承認 所以大家就明白 這是大家模糊化了 然後令到兩岸實質的交流 就可以繼續下去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搞到今時今 你又不需要當作很大件事 那你只有二十個國家 就是二十個國家 正如我剛才所說 你拿這個中華民國護照 免簽證的國家 是遠遠超過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這個就是事實 是嗎 跟台灣維持實質的關係 大部分世界上 先進文明的國家 都跟台灣維持實質的關係 有互設辦事處 是吧 那你這個辦事處的名稱不重要 是吧 因為你既然沒有外國關係 他不會讓你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去設辦事處 但實際上是中華民國的官方機構 等於香港的台北經貿文化辦事處 是光華嗎 不是 不是光華 現在已經改了制 因為香港和台灣已經互設辦事處 在台灣有香港的辦事處 是政府機構來的 OK 即是政府駐外機構來的 即是 現在香港特區政府 在台灣的經貿辦事處 即是等於紐約和華盛頓這些地方的辦事處 是吧 那是官方機構來的 是AO來的 是政務官來的 是吧 那香港這一個呢 亦都是陸委會的官員 但是就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名義 就是這樣而已 大家都掛了一個牌子 以前叫中華旅行社 那麼新聞局 中華旅行社那時候 早期就是外交部 中華民國外交部 後來就是外交部加陸委會 所以現在你如果拿簽證 外國人拿台灣簽證 你就要去這個中華旅行社 即以前是中華旅行社 甚麼叫旅行社 現在就去台北辦 它有兩層不同的 即是如果你大陸要去台灣的 香港要去台灣的 另外一層就是外國人的 另外一層 那個是外交部的工作 那江華旅行社 江華文化中心就是新聞局 現在已經併入台北經貿辦事處 經貿文化辦事處 那這個就是 其實是官方機構來的 你不可以用得 官方的名字而已 那等於香港也是這樣 他沒有用香港特別行政區 駐台灣辦事處 他又用回差不多一個名字而已 是吧 所以這個是大家 就是 這個為什麼會產生這樣呢 即是港台 可以互設辦事處 就是因為馬英九 如果你調出來 民進黨執政 這個就不可能出現了 這個也是事實 又必須要說的 是吧 那證明共產黨呢 他一定是兩手策略的 以及分化的 是吧 他就擺明不妥理這個民進黨 是吧 但是他牌面上 官方呢 即是 或者公開的說詞 對於民進黨 他就有很多批評 又或者冷待你 或者搞你 但是他台底 他 就是 國台辦 或者這個 就是 所謂 其實 國台辦就是國務院 台灣辦事處 那另外在黨裡面 又有一個台辦 那個才是 那台辦的人 通過很多方式 就跟民進黨那些人聯繫 OK 即是說他表面一套 是吧 他台底又另外一套 是吧 那這些東西你說 香港很多所謂 你經常電視台一訪問 就是劉瑞兆 說台灣 是吧 他認識什麼 我呢 他咬頭 他就看報紙 用常識來講 是不是 你是真的沒有去做研究 是不是 有時候 他講大陸對台政策 都會講到一塊塊 也是用常識來講 是不是 所以 你一定要很熟 是不是 就像我們這些 我當然是熟 是不是 我是跟他的人都熟 是不是 我是跟傳媒的人都熟 是不是 我們是比較可以 偶爾聽到一些 傳媒看不到的東西 是不是 譬如我們 跟民進黨 現在 當是 都相當 有權力的 做秘書長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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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做過陳水扁時代 的陸委會主任 是不是 他有做過處美代表 我上次選舉之前 我都特地去他辦公室 跟他聊了整個小時 是不是 譬如我們有這些 互動交流 但是我們不會公開 不會有些人 拍照 然後 現在中台 什麼 講台什麼交流 那些做政客 那些要用來做 是不是 我們不需要 我們是去了解 這件事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 其實我現在是比較能夠用一個 相對比較客觀一點 第三者的立場來看台問題 所以我最近寫的那些 寫的那些 兩岸評論 我都是比較 能夠掌握到這個分寸 不像我們以前 有一個很明顯的政治傾向 是不是 我記得我在 90年之後 我就想快報寫的那些文章 都不是那麼親國民黨 是不是 但是90年之前 沒有辦法 我是國民黨 是不是 你會受那個 黨紀 受那個黨的 限制 好像今天謝爾芳 他們這幫人 就要天天天藍 他一定要天天天藍 是不是 因為他還是國民黨黨員 那你有這個 黨員的背景 你那個立場 一定是 就是 站在黨那裡 這個是必然的 等於我們當年也是 是不是 到我們離開了國民黨之後 90年 說到現在也已經27年 是不是 我們那個做法 和那個看法 就是很明顯有不同 因為我們那時候 都覺得 你作為一個政治評論人 你有一個很明顯的政治 黨派的色彩 基本上是不適宜的 你做一個黨員 就不能做政治評論 你做政治評論 實際上 你如何能脫離黨的總部 我最記得我在香港時報 在採訪主任的時候 跟文匯報的金瑤瑜 試過筆戰 跟羅夫也試過筆戰 那時候我們是年少氣盛 是吧 二十多歲 但是 站在國民黨的立場 真是堅定不義 跟這兩個老共 在筆戰 都叫初生之族 不畏虎 跟他們組合 你明白嗎 後來當他們來開國演黨之後 我對這兩位老人家 我是很敬重的 譬如我們也有吃過飯 聊過天 你明白嗎 他對我們也很欣賞 知如此類等等 兩個人都不在 他的後人 有些我跟他很熟悉 當年我記得新華社 副秘書長王文鋒 我跟他也很熟悉 我跟他的兒子也很熟悉 他死我都寫了一篇道文 這個無分政治立場 很多時候 有時 我們這種文化人 或新聞人 我們所受的思想訓練 和我們自己的經歷 告訴我們 你有時 在基本的政治立場裡 當然要站得好穩 但是 那個不是一個 所謂 要不共大天 打殺負仇人 大家都是各為其主 也不需要去到那麼盡 所以 廖遙珠過身 我又寫了一篇很長的道文 我還記得 當時瘋狗要你 organize 一個 一個 談話 當時 廖遙珠上來 你點了我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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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打電話 馬上去找他 有一次我點了他 跟曾鈺成在空中搏鬥 你知不知道 在我節目中 在空中搏鬥 初初曾鈺成懶惰了 那次就說 兩個都爭吵到 不 兩個都是 中共的 他有 尿遙珠也很不妥 現在這隻豬 我最記得 八九年六四之後 我請尿遙珠去珠海演講 我們也算大膽 那現在不用 珠海演講了共 是啊 大家要記住 你看著 這個世界的發展 現在這隻豬 不就是 尿遙珠也很不妥 現在這隻豬 最重要是記住 譚為珠 他經常死 譚為珠剛剛在說的一件事 就是釋法是張德光主動提出的 他作為基本法的委員會委員 是被通知的 即是捨得獲取 是嗎 被通知 這個跟我們當初的估計哪有錯 共產黨一定要做 是嗎 即是梁柔那一件事 是嗎 所以你梁柔也算厲害 你是張德光 你怎麼點名要搞你的 你明白嗎 你一定沒有運行的 是嗎 所以那些小孩 真是 唉 那又是不懂政治 是嗎 你不明白 怎樣才可以觸犯到他的大忌 你不跟我們 我們觸犯到他的大忌 那我無所求 你大哥 不是 而且最嚴重的是 你當時在立法會的行為 是ad hoc的 你做的時候 是沒有想過會出現這個後果的 現在出現之後 那你就不知怎樣搞 當然我是不會同意 有些人就說 因為共產黨本來都不會用這麼 他要搞你 他隨便搞你 剛剛有個位置讓他入到 他的理據更加充實 就是這樣解釋 不是很多人 是不支持你這種行為 那是麻煩的 即是如果你做了一件事出來 全香港都支持你 那到其是共產黨搞你 那我們心甘命 他就要背 他又要背 他要背 其實他都背 他都沒有所謂的 我可以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民意 他不會怕民意 一個曾俊華已經看到了 你不要搞錯 是吧 但是他變成了 可以不用那麼噁心 是吧 但是噁心一點 他都還可以 說完了 他不會說因為 沒有你這兩個人這件事 他就不會去干預香港 是吧 一樣照干預 這件事一定要搞清楚 所以大家有時分析事理的時候 要很清晰 不要被自己那個 私人的那個 想法去蒙蔽了 是吧 那你要打這兩個人 下水狗用什麼呢 基本上沒有意思 所以現在梁天琦都轉大 是吧 他說補選要和泛民合作 他說這句話 都為自己留定後路 你將來要尋求什麼 你今天說這番話就有用了 所以每一個人 如果你成熟一點 都要想想 客觀的現實是什麼 也都要為自己將來 所面對的困難 要尋求一個出路 看於天琦這個 很明顯成熟了 成熟了這個是引號 就不要找這個位置入我 OK 他說話 每一個字 都要斟酌 撐涼天琦 是啊 這樣就糟糕了 為什麼 阿諾和梁錦翔 以前說的東西出來 跟現在對照 沒有所謂的 這些東西 一個人 特別在互聯網的年代 是必須為自己說的東西 要負責的 都是你而說的 一個人一生的總和 不是計一決 不是計一決 要到開關才可以定論 好 休息一會